好 转转出于带南关心卡努台风的最新动态 目前我们仍旧在宜兰的乌石港这边 可以看到现在在我后面的这个海 海浪是打了一层又一层的是相当的高激起的 整个水白色的水花 并且是都整个打在了这个消波块上面 是浪是相当的高的 而不过就怕说是有民众会来这里观浪 甚至是有钓鱼的情况发生 因此说海巡署也是派员前来这边巡逻 目前我们现在也来问一下这个海巡署的人员 这个确理的标准大概会是什么 请多帮我讲一下 是 在宜兰县政府昨日晚间5.50分开设 一级应变中心之后 所有的港口以及沙滩的范围都设定为精致区 那因此我们的海巡人员会在现场 都对近来的民众就确立动效 那如果确立未果的话 在奖励灾害防救护第30条 那航上就要另外开阀 刚才听到呢 目前的民众如果是都没有确立未果的话 就将会开阀 而现在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在宜兰呢 这个风是一阵一阵的 人几乎都是快占不稳 并且就是这一切才 也就是需要两个人参谱的状况 也因此说呢 目前虽然说呢 卡鲁台风是没有进到台湾的 但是因为整个外围环流的影响 造成说宜兰这边的风是相当的大的 也因此提醒民众 虽然今天停班停课 但还是尽量不要出门 确保自身安全 那上面掌握到情形 再把时间镜头交还棚内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